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今天标题叫做什么 危机现在才开始 今年以来第二次跌破半年线 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跌破半年线台北股市今天第二次 我们缩小一下 因为这个 今年有一次在这个地方 这个算是稍微碰一下一次 这个因为很接算一次 而且并没有完全破 是微破 今天破很多再谈上去 那是不是像上次一样 这样就直接上去了 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我只跟你讲说 很多股票找就不对劲了 危机现在才开始 你看危机现在才开始 你一定要怎么样 我让你讲说 让周老师也是尽力而为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为什么多空双向 我们在什么时候 在这附近多空双向的 我必须承认这个高点 这段过程当中我们是在这边多空双向的 当然有些股票也是我们一直在空的 我们也不骗你 这个信心我们的空 都是赚钱 这个有没有 很多东西都很清楚的东西 像这个我认为 这个还没有跌到 还没有跌到 4721 今天又破底了 今天又破底了 看到没有 今天又破底了 他发一个信息说要开法缩毁 那又怎么样 最严重的 2317的叫红海 红海是这样子 特别你注意看 我们把线形图再拉开一点 再拉开一点 这个叫红海 那同学底下有一条线 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好了 这条线叫年线 红海不但 大家都说今天红海到底能不能守住100大关 没有守住 没有守住 红海没有守住100大关 红海没有守住100大关 因为100很中 100就算是年线 红海破年线 3008的叫什么 大力光 差一点点来年线 大力光啊 这个字弄了一半而已 大力光差一点点 大力光是破了年线上来 红海确定破年线 大力光破了年线上来 底下是年线 这里是年线 这个是年线 这是半年线 台积电打到 差点上季线 打到这个海面破了半年线 只有他这样 那今天长什么 今天长什么 今天长什么 今天长这个 有没有 这叫什么 国泰金 2881的 有没有 富邦金 那为什么 因为国际股市在长这一块 这两天 没有意外今天晚上美国 我再讲一遍 今天晚上美国的 川普的税改就会过关了 今天晚上美国的川普税改就会过关了 他让道琼大涨了 连续大涨了两三天 科技股是没什么涨大 所以大家才知道说资金在金融传产这一块 我说过 道琼叫做什么 恶民昭彰的 道琼叫做恶民昭彰的落后指标 这一次会不会真的是道琼 恶民昭彰的落后指标 很简单 美股大涨两天 恐慌指数是飙上去的 恐慌指数最低来到9 现在是12 12没有什么 12 9是历史上的低点 可是你现在来到12也不对 过了15就崩了 连道琼都死 看今天晚上的油价 最近的油价看怎么样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这样再讲一遍 国际的3D感测的概念 你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些国际的3D感测都不太对劲 请你务必要了解我讲什么 3D感测 Lumantan 只剩下中国大陆那个什么 什么光电 力讯 这个有一点点样子而已 其他大家都要 小心在意一点 可是台湾的3D感测 今天最大力都是它 它的最大力都叫什么 精彩 我说是空 那么空在这附近 空在这边都不用怕 那我为什么看空它 为什么看空它 它今天的大力多了 希望它还没有说本季 它希望第四季能不能 当然予以为民 法人心认为它会转 转亏为瘾 不是整年 整年是不可能 第四季看有没有可能 我跟你讲不可能 可能的话今天股价不会这样 但是2405的已经先跌停了 叫什么 叫耗星已经先跌停了 而且锁大单 锁了十几万张的大单 锁了14000张的 按照它的格局 还会再跳空一到两根 我昨天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说 如果你去放空被嘎的话 你不要怕 因为政府会帮你做主 政府马上帮你做主 为什么 它20分钟交易 它不敢再涨 再涨的话就变成半个小时交易一次 然后呢就跳四十分钟交易一次 没有半个小时 而是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交易 差不多一个小时交易 所以它的路就会走到这样子 一样啊 3374的精彩 你将来也是这样子的路 3374的精彩 不敢再涨了 因为你没有基本面 2405的还算是小亏 2405啊 这个后薪还算小亏 大概亏1毛2毛 大概亏2毛钱左右 亏不到2毛钱 但是亏不到2毛钱 股价硬拉那就算了嘛 才20几块 3374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精彩啊 可能今年前三季 已经亏3块了 越亏涨越多 我再讲一遍 交易所帮你做 也带你做主了 因为被载空了已经去告 你可能没懂 如果你去买 你去放空这个大力光 你被载空了 你放空大力光你被载空了 你说你去申诉 跟金管会讲说 跟那个教育所 金管会讲说 如果大力光让他 让他派我放空被载 结果对方已经跟你讲 因为你要写报告 你要先写诚信表 他会说 你怎么放空前台北股市 基本面最好的股票 所以 所以有人放空大力光 有没有去申诉过 没有 3406当年 就是几个月前 就是有人去申诉 有人去申诉啊 几个月前 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人申诉啊 然后最后就这样子啊 那你买股票啊 没有基本面啊 你去买了 被套牢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买 有基本的 大家 金管会国家的策略 一个正常国家策略 是鼓励你买有基本面的 不可以去买 不要去买那个没基本面的 你买了有基本面的 股票 对不对 被套牢 他也不会鸟你的 有基本面 他叫你长期投资啊 你紧张什么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做空都是赚大钱的 是用来赚大钱的 这是50块大钱的 今天你看 你看 你知道我怎么补啦 我还跟你讲 有些股票补了 就没空单了啦 补掉股票就没空单了 这种情况很多啊 还有跟大家讲 日本的胜高啊 什么那些啊 像这个6488这个 你看 尾盘案 好 企图收最低 这两天还跟大家讲 环球金啊 不对 这个叫环球金 环球金 从我讲 这又没高点 两天前在这里 为什么跟大家讲 环球金有问题 为什么我讲 环球金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胜高 日本的胜高 已经大跌了 今天日本股市涨了 胜高现在都还在跌 日本在调降这一块 所以6182的呢 下礼拜啊 今天破了 才小破而已啦 那没有回答 人家跌得快20%了 你至少要跌到这附近来才对啊 所以这都是观念 我希望我带给你是比较正确的观念的 按照我的逻辑分析 当然今天 因为比特币大幅震荡这个有点拉回 你高门高 像这个也是啊 一早就把它卖一趟 但是我要继续再买 华琴啦 汉讯只要有拉回我就继续买 那什么时候买 比特币如果没有再跌了 那继续再飙的时候我就再继续买 还有你要注意闪装 我还是强调 闪装航运今天创新高了 那闪装我最看好 你一定没想到我看好什么 看好这边 这个叫什么 长荣 因为他信心真知啊 15块3 但是他已经慢慢在缴款了 缴款的时候就飙了 今年可以赚2.5块到3块 国际散装航运 只要散装再飙 比特币再飙 国际股市就崩盘了 今天把我这一句话记住 跟着我们一起来放空大赚 做多的 我会让你用飙涨的速度来赚 就在你愿不愿意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台股新工业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啦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Line Hat 欢迎投资朋友 你加入我的Line Hat 叫做我的Line Hat 小老鼠YES528 小老鼠YES528 台股新工业 祝福你 我们下周见